来 今年老沙用低胶给你们整金针菇啊 就用这一套韵染色金 其实我在刚入低胶坑的时候就知道有这种色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就没什么感觉 不感冒 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博主 他做这个模具 我觉得好好玩啊 里面居然有那种金针菇的感觉 我就跃跃欲试 也自己整了一套 它这种色金是需要先滴一层有颜色的 再滴白色的 然后再滴有颜色的 再滴白色的 就不断的重复 但是该重复多少遍呢 也没有人给你一个标准 反正也没有说明书 我就是凭着感觉瞎整的 你别说这玩意真的挺上头的呀 它快速变化的那个过程 就像风起云涌的那种感觉一样 玩的时候是挺开心的 玩完了发现手上全部都是色金 而且我洗不掉呀 真要命啊 到脱模这一步的时候 我都有点舍不得弄下来 我觉得好漂亮啊 一块一块像宝石一样 第一块是没有金针菇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块 还是没有 它这个纹理并没有留下来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放大看感觉里面真的好神奇啊 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到目前为止一个金针菇都没出现 直到这个没红色 有那么点感觉了 发现没 它这个流淌下来了 橘红色的也有 但是不太多 最让我敬艳的是这个金字塔 虽然也没有种出金针菇 但是这里面的纹理也太好看了吧 总结一下就是下次还整 来 今天用低胶给你们做一个 不灵不灵的望远镜 主打就是一个盛胶出奇迹啊 把所有剩下的胶水都给它怼进去 母具呢是人家送我的 加之这个书 谁今天要是能接到了 我就叫你一声爸爸 哎呀 等待低胶凝固的时间 实在是太漫长了 要不咱们来运动一下吧 你能不能像得正常眼睛 行 我闭嘴行了吧 不是说啊 做望远镜嘛 骗的就是你这种老实八角的 该说不说 这个蝴蝶结真笑 把我眼睛给散瞎了呀 一波醒宽流沙 库洛米新款流沙 哇 做的这样子的 蜡笔小新的新款流沙 前面做了三个颜色 这都是我随便做的 琳娜贝尔 哇 这个好粉嫩的感觉啊 好喜欢这个 请问这个是打飞熊吗 哇 前面是粉色的闪粉 草莓熊 完了 这总好几个点点 好可爱呀 这是叫啥我不知道 哇 透蓝色的 好看好看 小仓鼠吃草莓 粉粉嫩嫩可可爱爱 这是什么 新枝卡比吗 但颜色不对呀 这是巨型的哦 也是现成的 小恐龙流沙也是新款 黄绿的 哎呀呀 好可爱呀 来 今天用滴胶给你们做个古时候的东西 一杯透白色 一杯透抹茶绿 再撒点盐 不要问我为啥撒盐啊 你要想撒糖也可以的 行把公瓶打在荒谬上 哎 我开玩笑的啊 你要是真撒糖了 别说认识老沙 这空心盖是帮我省了不少胶呀 但是得不停地推它 给它推到正中间去 冠身总结一个字就是吃胶啊 搞了三杯才高满 来 掏出老沙的御用指甲刀 先把这个空心盖给它抠出来 哎呀 我去 一个泡都没有 一般空心盖底下全是泡才对 所以这次叫什么 叫N次 乖乖 你看这盖子好亮啊 这么厚重的模具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 花了这个数 嘿嘿 接不到吧 我要拿它做一个超级大的摆台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来 今天给你们做一个 史上最小收纳罐 应该没有比它更小的了 在白色的地胶里 我放了一点非常哈拉哨的东西啊 我先卖个关子 宝贝们 我隔日倒是三年 学员都快三百个了 还有人问我这倒的水是什么水 一定要问的话 那就是忘情水吧 你看老沙的这杯水是不是很神奇 过两天它就能凝固了 答案揭晓 这是一个克罗新的超迷你收纳罐 这小东西花了我这个数 嘿嘿 我就不信你们这次还能截到 白色的滴胶里面我加了一点光辨粉 当它遇到阳光的时候就会变成紫色 避开光线之后它又会逐渐变成白色的 是不是很神奇 来 今天给你们用滴胶做一个蛋糕啊 而且是双词的 但凡是我做收纳罐啊 指定是有人在评论区说 这真的可以当骨灰盒 很漂亮 等我嘎了我也给你订一个 咱就是说能不能活着的时候就找我订 不要等嘎了以后啊 我怪害怕的 开玩笑开玩笑 这个新业务我是真的 我有点承受不了 之前我们做的叠叠乐都是上下一般大的 它这一款呢就是上面的小一些 下面的大一些 这样才能出现那种蛋糕的感觉 就是这个power的多时是有点多呀 盖子一盖我去 这不就是蛋糕本糕吗 最上面的那一层可以用奶油胶把娃娃 箱上去做个手机支架 哇塞 这个RICO也太配了吧 不看尺寸买东西的下场就是我这样的啊 本来想买个指甲壳大小的娃 结果出来这么大个脑壳 那咱们就给它做一个流沙底的手机支架吧 这流沙壳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这么做的啊 滴滴滴滴 懂的都懂 有学员问我说 怎么样能让这个流沙油特别的满 不让它在里边拌瓶子逛的啊 那你就是选用这种厚打孔 注流沙油的方式就可以搞定了 封住之后左右晃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漏油的情况 没有漏油之后你再操作下一步 虽然我从来没有玩过心智卡比这个游戏 但是只要是粉嫩的娃 我真的就贼上头 这还不是个普通底座 它的底部是有那种心性的内凹底 我以为做出来会看不见 但实际上还是挺明显的 即使从正面也能看到 这小彩球流动起来真的好好玩 我感觉我坐在这可以玩一整天 好啦 你们还想看什么公仔的手机之架 评论区点菜吧 好几个学员都催着我要这个摆台的教程 没问题 安排 首先咱们来整花朵吧 这一板跟后面的几个大花都是新款的木居 先倒一半透紫色 然后捏吧捏吧 把那些气泡给捏出来 然后再封白色的 记得过一两个小时之后去检查一下气泡 有没有冒上来 给它吸掉 咱们来脱抹看一下花朵的成品怎么样 好好看呀 尤其是这个紫色的我太喜欢了 有没有跟我一样对花粉过敏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粉 我记得有一年在广州逛花街 满脸长的都是包 接下来咱们来做一下底座 就随便倒啊 不要太规整 规整了反而不好看了 倒完实色再倒一点透色进去 就让它们互相熨染一下子 千万别想着控制它的流向 那是不可能的哈 掏出蓝牙音响小夜灯 郁金箱的笔筒 花朵 还有叶子 主角是泡泡马特SP温度系列的两支盲盒 用胶枪把这些配件全部给沾上去 历时九天这个摆台终于可以脱模了 来一起看一下成品 叶子我怕运输的过程中容易断就没给它安上去 后期可以用胶水沾一下 功能就是手机支架 鼻筒 小夜灯 蓝牙音响 开关跟充电口在背后 那个啥 千万别让你对象发现这个门能打开 这里边还带拐角的 可以藏点私房钱呢 有没有听说过知识诅咒 就是一旦会了的人 理解不了那些不会的人 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 在做手工的过程中 你们是被什么问题给困住了 评论区留言我瞅瞅吧